我们别抓河东,河东是好人,因为他,我们上河村的人都过上了好日子。 记者一笑,那我能问问,关于琵琶罐头的事情吗?我们不抓人。 祝琴雅尤其紧张地看着河东,手心里冒着汗。 没事,相信了。 此时的唐梅偷偷回了家,准备叫人来。 万一一会儿抓人,也不至于没人在。 张贵萍回到家就跟河大成说了河东的事情,河大成心急如焚地丢了手里的锄头就往河东这边赶,只是刚出门就碰到了老大河大天。 咋的老二,我咋听说河东那出事了呢?你现在是要往那边去吧?我劝你还是别去。 河东在村子里可是得意了够久了,现在被上面的人知道,要抓进去,也是情理中的事情,你去也没啥用。 河大天听着就不好说,停下来。 呃,你可是我亲哥,你说这话,还有人性没有? 什么人性不人性的?这上面不让干的事情,就是不能干。 你儿子河东偷偷地干,现在被人知道要抓进去,还不是应该的。 这叫啥,这叫时候到了,要不想被抓,当初就不该做这种事情。 河大天手指指着地面,闭正此言,河大臣冷冷看了他一眼,随后朝着河东家跑去。 啊,你咋不听呢? 河大天冷哼一声。 河东家有热闹看,不看白不看,叫他得意,叫他做了野味和蘑菇生意,又做起了琵琶罐头的生意。 一天天的,家里进进出出多少人,河北,住长龙,两家日子过得都多好了,就没想起来我们一家,还亲大伯呢?就这样亲啊,猴该。 随后不紧不慢地去看热闹,见到人,开口就是。 我家老二家的河东要被抓了,你们听说没? 人听到都吓得不轻。 咋的了,咋就要被抓? 还不是做生意做的,我儿子何姐说了,这年头上面不叫干,你干了可不得抓你吗?我看河东下半辈子可能就只能吃牢饭了。 咋,这么严重? 不然咋的,上面的大领导都来了,不信你跟我去看。 就这样,没多久功夫,河大田带了不少人过去河东家。 河大田来到河东家门口,可是高兴得不得了。 这河东过去在村子里有多风光,有了今天,就有多丧气,什么琵琶声音,事想都别想了。 想到这他就忍不住大笑。 可不能抓河东,河东不是什么坏人。 就是,河东可是个好人,要不是他,我们还没现在的好日子过。 里面的人,你们可不能乱抓人了。 一听这话,河大田就不高兴了。 你们瞎喊什么呢?什么好人,什么好日子? 河东做的事情现在是犯法了,知道吗?犯法? 这话说的,就差说河东活该被抓了。 河东亲大伯,河东怎么说也是你侄子,你不能这么说话吧? 咋不能说,这侄子做错事,就是要指正,让他长教训,下次不再犯。 好好一句话从河大田嘴里出来,听着是那么的不对劲,其他人都懒得搭理他,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。 记者都快听不清河东说什么了。 咋咋的,河东真不是坏人? 杜安静,我们只是想对河东做的采访,真不是来抓人的。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。 你说的是真的? 当然是真的。 河大田一脸诧异。 怎么可能呢?我儿子说了,河东做的事情就是犯法的,要被抓的,你们不抓,这不是胡说八道吗? 再说了,不抓人,你们来河东家做什么? 河大田是一万个不相信,河大成听着声,一张脸上铁青的厉害。 都是一瞎子,咋就河大田盼着我儿子出点事情? 人家记者解释了,还不相信,河大田你是盼着我儿子被抓吧? 老二你这就不对了,我就是救世论事,没那意思啊。 没那意思,你就把嘴闭上。 人群里,说得最厉害的就是你,还清大玻璃,话里话外的,离不开犯法二字。 公家的都说了,不是来抓人的。 河大田被呛得不敢说话,隔壁祝长荣主着拐出来了房门,王月一旁搀扶着人,就怕他有个万一。 就说你还不能下来,怎么就不听呢?这里离得也远,听不见什么的。 祝长荣看他眼。 我听不见,你不会去听听,我现在也就是腿不行,要不然我早过去了,在河东身边待着了,谁敢抓人,我就跟谁过不去,谁敢问说话,我就揍谁。 王月顿失礼亏。 你也不是不知道啊,我去了那边,是要被打断腿的。 祝长荣想起来这茶,拄着拐,往河东家门口去,王月可是着急。 那边人多,真不能去。 长荣,长荣,祝家现在把照顾长荣的事情交给了我,万一有个损失我可耽待不起啊。 唐梅听到声看过来,吓得不轻。 长荣你干啥,怎么下地了,赶紧回屋,没事,没事了。 手扶着人,唐梅往里走。 人说了,不是来抓人的。 祝长荣这才松动啊。 你这腿才好点,可不能磕着绊着,我去那边看着,有事跟你说就是。 赶紧去,妈,现在说是不抓人,谁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事情。 唐梅知道他着急,他也不放心,就过去了。 河东这边,记者们继续采访着。 请问河东先生,你是怎么想到做满卖帮着村子里改善生活的? 做了琵琶罐头后,又是怎么让村子里的人跟着做的? 村子里的人,现在过得怎么样? 河东听着记者问的这些话,是真有几分意思的。 我怎么觉得我可能不是被抓,而是要被拿去放大字报上,做点行。 半小时候,采访结束,对河东,袁永明是真的给予了厚望的。 好好干。 说是只有简单的三个字,对河东来说,已经是莫大的认可了。 目送几个人离开,河东更是觉得,有惊无险,就是河大田不太满。 咋就没把河东给带走? 你这大伯说的是什么话?河东没被带走,不是才好。 河东回头,看着自己的大伯和大田。 大伯看着吧,会有那么一天的,那么让你得偿所愿的一天。 河东说着话进去院子,河大田那是一个咬牙切齿。 我可得回去好好问问儿子,到底咋回事? 这人都出动了,咋就不把河东抓起来? 这不是瞎胡闹吗这是?来了,又走了。 河大田加快脚步回家,河大成看着人背影,一双眼阴郁又深沉。 也就是今天冬子没被抓,要不然,我真要去跟你好好掰扯掰扯。 一家人,咋就盼着河东不好了? 上次,你们就盼着河贵有个好歹,真要不想跟我们做一家人,也行。 来到院里。 冬子,你得给我好好解释一下,到底咋回事? 今天我看也看了,听了听了,可就是没懂啥事情。 几个来的人,看着都不是普通人,问的问题也不是随便的事情。 河东看着他们脸色严肃,咱们上河村可能要和福根村一样上大字报了。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上河村,也会有大的发展了? 河东看着唯一懂事的祝秦雅,眼里掩不住的兴奋,其他人则是一脸懵圈。 现在的福根村可是人人吃着白米饭,住上了红砖房了呢,好的很。 爹,妈,这是好事,天大的好事。 趁着他们高兴,河东走到一旁,从兜里拿出袁永明塞给自己的一张纸。 好家伙,原来是一封举报信,原来是大伯家的唐哥想害我。 唐哥怎么能这么做? 所有人气气看过来,河东赶紧收了纸张,看着祝秦雅。 哪有什么唐哥,你看错了。 河东压低声音。 秦雅,这封信是原市长给的,绝不能叫别人知道了。 祝秦雅反应过来,赶紧转移话题,何大成的目光忍不住看向了河东,叫人进去房间里面。 刚才秦雅的话我都听见了,撒着,事情真的跟你大伯家有关系。 刚才我也想过了,那会儿遇到你大伯,他说的头头是道,就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,何大田说不出那么有道理的话来。 张口犯法,闭口犯法,只可能跟懂的人学着了。 现在何大田家两个要考大学生的人,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何谨还是何语。 何东看他脸色明重,也不瞒他。 这事情,大伯家干得太不厚道,何大田那会儿说的话,我就听出味儿来,就是来看戏的,说什么打断骨头连着筋,我只能呵呵了。 这次那些人会来,多半跟这封信有关系,有人要害我,有人想保我。 难道是何谨,我一直以为,怎么着也是一家子,这何谨,何事看走了也,这是你谁也先别说,我自会找米爷乃说道。 何东自然明白,何谨能够干出来这种事情,我并不知天,上一世何谨在财务上有问题,求到我这里,想着亲戚一场,能帮就帮,可这家伙,也是转头就把我卖了,明明是借出去的钱,非说是我在贿赂, 也是那时候我刚写了签条,找律师掩了笔记,要不然,还真要被他扣上行贿的帽子。 这一时我不惹何谨,何谨要欺负到头上来,我也不会让他看别,何大田回到家了,就叫开了。 何谨,何谨你给我滚出来。 叫啥呢,这么大声,也不怕打扰了两孩子学习。 学习什么学习? 下一秒察觉说话的人是沈大翠。 哇,我不是那意思,哎,这件事你别管。 何谨在屋子里听到声,也不知道出了啥事情了。 找我啥事啊爹,你还好意思叫爹。 何大田轮起院子里放着了骚子,就往何谨身上招呼。 你不是说何东会被抓吗?何东是在做犯法的事情吗?何东没有好下场吗? 你知道你爹今天在外面丢了多大的脸,知道多少人看了你爹的笑话? 何大田越是说着,手上就越是哭了。 爹,我都多大的人了,人来人往的,别人看了,多不好意思啊。 若不是你小子在家里说的那么的肯定,我会去看热闹吗? 结果何东没被人抓走,反倒是所有人看我跟看傻子似的。 说什么何东要被抓了,拿抓了,新大伯的,还是盼着点侄子好。 他压不下这口气。 放开,我是你老子,我想打就打。 唐贵之放下手里的火也来了。 大田你这是闹什么吗?不就是出去了一趟你说你,回来就打孩子? 也不怕别人看了笑话。 笑话?我和大田早就成了一个笑话了,今天非要打打这兔崽子。 他请你是吗? 爹,你好歹说清楚啊,让我明白为啥挨打。 说清楚,为啥挨打?你先放开,你放开,我再慢慢打死你。 沈大翠也护着孙子。 大田,锦子到底哪里得罪你了? 你说出来不就完了,他都多打了,你还说打就打? 何大成在门口听了一阵了。 大个人怎么还默默唧唧的,着实可恶。 他走进门来。 可不是吗? 嗯,嫂子,大哥是爹教训何锦多正常的事情,你们都拦着做什么? 赶紧上前,帮着何大田拉开何锦。 你的嫂子。 何大田看到何大成过来,本来愣了一下。 那,不打是孙子。 听他的话,虽然不会当孙子了,拿着造打就往何准身上招呼。 但是何锦哪里会傻站着叫打? 他跑,何大田气得不行。 大哥追啊,仅此这孩子你可没管叫好,我家的何柜和冬子,我打的时候他们就不敢跑。 手指这人,何大田气得厉害。 何锦你给我站住,赶紧的。 大哥,仅此这孩子怕是书都白读了,做错了事情还不认,以后你当地的怕是要被他骑在脖子上。 他敢,何大田粗声粗气,拿着扫把追上去,何锦被追得满院子跑。 大哥,要帮忙吗?我帮你把何锦置住了。 你打咋样?小孩子欠管教,可都是惯的。 有了这次,下次就好了。 很快何锦就被按在了地上,何锦是想动动不了。 二叔,你可是我亲二叔。 要是可以钱我可能会这么想,但是知道你小子干的那些事,啥亲二叔。 我呸,大哥,赶紧打,反抗起来我也扛不住。 都到这地步了,本来你小子听话停下来,我也不会一直追,打得也轻点。 只要不让何大成叹笑,可何大成刚才叹了半天笑话,这死孩子,读书读傻,这点看不明白。 何大田只好轮起奏,用力地往何锦身上招。 何锦动不得,只能受着。 最后沈大罪发了谎。 够了,没得叫人看见还以为咋着了。 大成你也赶紧放开何锦,他那手可是握笔杆子用的。 你给按坏了,我得叫冬子和何锦来陪。 我可算是听得明白,你们这一家子,我终于看清是人是鬼了。 妈放心,我知道轻重,这不是看大哥吃力,才帮忙。 哪里赶真的按坏了何锦的手,到底是亲叔叔,哪有不同侄子的。 松开人,何大成站起身来。 大哥没事了吧,没事我就回去了。 何大田和唐桂枝一脸诧异。 这,这耽搁得没发话呢,说走就走。 何大成可不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,反正他现在心情好得很, 回去的路上,不但走得轻快,嘴里还哼着去呢。 老大一家都是一脸懵圈。 老二秃秃然然地来,又秃秃然然地走,算咋回事。 爹,你要打好歹关上门来,让别人看了算怎么回事。 沈大脆冷明这一张老脸。 大田,把话说清楚了。 何大田就把刚才何东家发生的事情给说了。 三人才知道,原来是这么回事。 就是何金比较不能相信,真没抓走人。 爹,这么大的事情你咋不跟我说呢? 就我了解到的消息,何东不可能安然无事的。 我为什么不说? 当然是想要看何东的笑话,然后回来再告诉你们。 可谁知道,天不遂人愿,竟然让我看了个落寞。 何东人没事,倒是我叫所有人知道。 盼着自己的侄子不好呢? 还有就是,说不说,你还能改变什么不成? 没用的东西,多大点事都搞不明白。 就跟我瞎嚷嚷,你爹我的脸今天都丢光了。 我回房间去,不许出来,没事多读书。 死孩子不顶用,瞧瞧人家何东。 县里的大领导亲自到家里,说话就算,还合了影拍了照。 没抓人,反倒是表扬的多,真要和那些人说的那样。 上方,何简何语就是考上大学,也没得比。 他低着头去后院,何几乃叫一个吻去。 我写过那封信之后,就想过上面很快会有动静,可就是。 没想到动静来了,自己却错过了,而何东还好好的,不可能没事啊。 这年头投几倒把就没了。 我去一趟县城,刚才冷月还冷县长离开的时候说了,晚上他约一下银行那边的人,大家一起吃顿饭。 他转身要走,祝庆雅叫住了他,说是吃晚饭,手电筒拿着,万一回来的晚,可看不清路。 或者,我叫我四哥去接你,现在四哥会开拖拉机了,来回也快。 放心,你男人可是谦卑不醉的,给我手电筒就好。 祝庆雅只能是点头同意,何东拿好手电筒,骑车离开,路上看到了何大田。 何大田手里拎着两个尼龙袋,也不知道装的什么。 沉甸甸的,何东骑车靠近了点。 大伯这是去哪呢? 何大田听到声,下意识地把手里的尼龙袋往身后藏了藏。 随便走走,那要出去。 何东点头,去县城呢,领导请我吃晚饭,我不敢耽搁。 何大田脸色微变。 好,这样啊。 何东点点头,骑着车继续走。 何大田看着没一会儿不见影子的自行车,可是朝着地面呸了一声。 说跟大领导吃饭就吃饭啊,谁知道真的假的。 何东走得快,没一会儿功夫就到了村口,却碰到了同样瘦野味的鱼头。 看到何东过来,他想赶车走了,但是何东走得快,骑车拦住了人。 咋的,看见我就走。 虞放心虚的力了。 那,哪有,我刚才我。 何东瞅瞅他牛车上放着的衬和尼龙袋,袋子里一股硬的,显然有活物在里面。 再等我大伯吧。 虞放一脸尴尬。 本来嘛,何大田和何东是亲戚,而上何村的生意,都是在住长龙和何贵那儿,实在轮不到我来。 但是,因为是老主顾了,所以,我还是会来收,毕竟便宜二毛钱呢。 而且何大田没叫何家人吃的,我自然也不能叫何家人吃的,谁知道今天会这么的故乔。 遇上了。 何东看眼村口渐渐看到人影的何大田。 虞放,我们说两句话。 准备长话短说,稳定的虞放愣了下,随即却是笑容满面的。 行,行,何东骑着车走了,虞放继续在村口等着何大田过来。 今天可以啊,竟然有二十三斤。 说到这,何大田就得意。 那可不,我大儿子去山里带了两天才回来。 九毛一斤的兔子,二十三斤就是二十块鸡毛。 何大田听着声势不对,数过钱之后就更加觉得不对劲了。 你这不对啊,一块一斤就是二十三块钱,你这少了两块三毛。 何大伯,现在这天一热,也为不值钱,吃的人少,都给便宜了。 不信你去问祝家,看是不是也便宜了。 虞放无可奈何的表情,让何大田半信半疑的。 我之前一直都知道何东和祝长龙收购的价格是在一块二, 但是祝家我是真不愿意看见,所以没去外国,宁愿找虞放这个二道贩子。 可几天没注意,就给降价了吗? 回头,可得去问问,两天后你再来,我这边会问清楚。 要是没有,你得给我补上今天的两块三毛钱。 何嘞,虞放赶着牛车离开,这河大田真是有点毛病,非要去得罪何东。 看着人走远,虞放又赶车进了上河村里。 刚才何东说了,得叫祝家人那边知道信, 以后祝家收购的野味,都对外下调两毛钱。 何东这边进入到县城,直接去县里找到冷于海。 何东啊,我这边已经打了电话出去,很快就有消息,说真的,我不太能理解,你这样的人,会认识身在盛世的领导。 何东暗自窃喜,要不怎么说,我重生后气运不错呢,上一次没能见到的人,这于是提前了好几年遇到,还是在原有名狼狈的时候,也算是因祸得福。 就是冷于海现在这么说,确实讽刺的味道更浓一些,但作为一个身在乡村的泥腿子,和高高在上的是领导,怎么看,也是不可能认识的。 冷于海不相信也是正常,但有时候现实就是事实,都是机缘巧合,我那时候真的以为他就是大庄村来的,装笔好,直到今天才知道他其实不是,而是原有名,更没想到,他还会来感谢我。 谁知道,上面拍下来私访的领导就是原有名,我也是走了高时运,瞎猫碰上了死耗子,冷书记, 不要小看每个找上你的人,他们背后可能都有着不错的机遇。 河东笑着,冷于海面露民众,就连是领导都亲自去上河村建了河东,盛世河其大,同安县城又有大大小小多少个村庄,可原永明去了上河村,建了河东,足可见分量,你放心,接下去该做什么我很清楚。 这样是再好不过了,反正我也想尽快解决了贷款的事情,然后,建厂房。 日薄西山,和大田看得从住家卖了一位出来的中年人,就上去了。 你这在他们家卖的都是什么野味啊? 兔子,这季节兔子多点? 那,多少钱一斤? 一块啊,咋的,你也要去卖吗?他们这价格还是可以的。 可我咋听说,原来都是一块二一斤收的呢? 那我就不知道了,反正现在都是收的一块一斤,别人能卖,我也卖。 河大田胸口一堵,顿时不想说话。 这种蠢人,再说下去,也是毫无作用,就是这住家生意做得够黑的,前一阵还一直一块二,我在于放那儿也能卖到一块,一块一,结果现在,说掉价就掉价了整整二毛钱。 这可是一斤啊,不会是搞什么手脚去了吗?光想着自己挣,不叫别人挣,说掉就掉,这掉价的事情,河东知道了,就这么干。 转身,河大田准备去老二家问问,路上,住肠要和住肠门赶着牛车回来了。 河家大伯,您撒上我们家来了,要卖野味吗?我听说了河家大哥这几天一直在山里呢,就是一直没钱拿来我们这里卖。 河,谁说我要卖野味了,没有的是,我们家这辈子可都不想跟河东有关系的人,车胜关联,也就二三毛钱的事情而已,不在乎。 却不知道住肠要和住肠门还不知道河东让调价的事情,河大田真要问,就露线,兄弟二人回到家,田美美赶紧上前询问。 你们刚才没跟那河家的大伯说什么吧? 没有啊,他啥也没问。 田美美是松口气。 还好没有,你们记着,以后和老大家的人来问,就少说二三毛钱的价格。 住肠要不懂。 为啥? 田美美赴而过去,跟住肠要说了一通,住肠要眉头微皱。 河东,这是有他的道理。 国营饭店里,河东人在酒局,看着那些个肥头大耳的有钱人,可不得多赔高兴吗?一旁的住肠眉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。 冷于海这小子,看着不是什么好鸟啊,一直劝着人喝酒,顾说正事,冬子这边,喝酒就跟水师的王水里道, 别再喝坏了,就是上次结婚,也没见冬子喝这么多。 河东看到他,却还是眉飞色舞的,眼神让他放心。 这还让我放心呢,还好自己下午没啥事,找来了,要不然,河东碎死了,估计都没人管。 凌晨一点,住秦雅和张桂平根本睡不着,等到听到门口传来动静。 两个人齐齐朝着门口去,打开门出去,却看到朱建军坐在门口,颜色沧桑。 爹,您怎么在这,更深路重的,怎么没在家休息? 你们不也没休息吗?这么晚了。 儿子和女婿都没回来,他哪里不知道担心的。 眼见着拖拉筋越来越近,几个人往边上让了让,住常眉把河东扶下车来,河东脸色看着红红的,是没少喝。 回到屋里,河东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,住秦雅端来热水给河东喝。 刚要扶起河东,腰上迅速地缠上来一双大手,他猝不及防,后者却是紧紧地抱住他。 我做到了,秦雅,我做到了,我们有钱办场了。 住秦雅笑。 那不是好事吗?喝点茶水,醒醒酒。 河东却是不让,再次报警了人。 让我再抱抱你,再抱抱。 公子你愿意相信我,我一定把厂房给你建得漂亮亮亮的,给你找最好的泥瓦匠。 年轻的时候我混账,不懂事,小媳妇孩子受苦了。 现在,我也想为他们多做点事情,给他们娘俩多攒些钱。 乔老汉爽快地答应下来,河东起身要走,却是被乔老汉叫住了。 公子,我问你个事。 看他脸色症状,河东笑。 乔叔,你问就是,不是建厂的事情,是我,是想问,你该好之后,你的家里人,身边的人,真的都接受你了吗? 乔叔的意思是,乔老汉叹口气,到底是不遮掩了? 都一个村的,你应该也知道我以前的事情。 河东对此并不否认,我上辈子不是什么好鸟,这老头年轻的时候也一样。 我媳妇孩子为什么离开你也知道,我现在吧,想跟你一样浪子回个头。 可是,我那口子,死活都不相信,孩子不让见,孙子不交报,我也是真的到了没办法的地步了。 否则我也不会跟你诉苦的,不瞒你说,我给他们贴不点,他们也是转手扔了回来。 我呀,就放在他们家门口的花盆底了,现在他们肯不肯用真不知道,我心里也是没底。 何东顿时明白,比起我活了两辈子,才想到自己上一世的荒唐和不该,乔老汉醒过的算是早了。 只是上一世我离开上河村就没回来,对乔家的事情知道不多,但是一个人想要改变,还是长期的一个过程吧。 乔叔你听说过水滴石穿吗? 说是那石头多硬多结实,可是,常年累月的,看似毫无作用的水滴,就是能把石头给滴穿了。 乔老汉表示懂得点点头,这跟你的改变有什么关系? 你要想改,就跟我一样,坐那水,这人石头能不能穿了,剩下的就交给时间。 乔老汉一直半解呢。 人嘛,哪有说改变就改变的,就何东,也是过了越狱,才叫人看清他的变化。 得了,我晓得了。 何东当要出门,却又被乔老汉叫住。 乔叔,有什么话能不能一次性说了,我这每次刚要走就叫住我,也是没有心脏病。 乔老汉笑,也知道自己刚才不够全面。 我就是想问问,你找乌瞎子看不日子没,建厂可是大事情,跟家里建房似的,可得挑个好日子。 何东愣住,乌瞎子。 何东眼前浮现出穿着蓝色道袍,一身仙气,眼瞎看不见的青年人。 上一时秦雅和孩子出世之后,我被朱长荣为首的朱家哥哥们打拳了一条腿。 我晚上出门,上哪都能看到朱秦雅。 有一天晚上,我就碰到了这乌瞎子,会离开上河村,也是乌瞎子建议的。 说的那句话,我到现在还记得,你欠下债了,上河村不能呆了。 我那时候并不懂,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。 离开上河村去了县城,也是那时候,我发现,乌瞎子说的是对的。 离开了上河村,我就没有再见过秦雅。 后世的心理医生也说,我就是心理作用,死了的人怎么可能再见到呢? 因为我知道自己对不起秦雅,加上周围的环境都觉得我错,指责我,导致我精神压得大,所以才会出现那样的幻觉。 现在想想,乌瞎子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,而我也该去见见这个故人了。 告别了乔老汉,河东准备回家带点东西去乌瞎子呢? 身后传来急切的叫海声,河哥,河哥,河哥。 于放看到人真是河东,惊喜又意外的。 真是你,怎么刚才一直叫,不音一声呢? 刚才,走得极没听到,是来拿钱的吧? 河东从兜里拿出来一点毛票。 放心,昨天我让你做的事情,我记着呢,多少钱? 四块六毛二,河东数了钱鱼放。 咋的,今天还接着那么干部? 隔天少两毛,住家那边我跑一趟就行。 两毛,又两毛,和大田那儿,得气死吧。 不过,我反正不亏,那我这就走了。 河东没拒绝,看着人走远了,他也朝着家里赶,回到家找了一斤糖出来,准备拿过去,就是张贵平没让。 无瞎子那人可怜,年纪小小的没了爹妈,家里也没个重地的,你给他糖,还不如给他烧点米,多吃几天。 河东想也是,就带了两斤米和一斤红薯,往自行车上挂了,骑着自行车走了,河东到达无瞎子住的地方,抬手敲门,白袭的手指打开门。 是河东吧。 卧槽,我这还没出声呢,他咋知道是我? 来就来,还拿什么东西? 无瞎子嘴上这么说,双手已经伸向了河东,河东跟随无瞎子来到院里。 说起来我还比你大,你叫我一声歌,也是应当。 这几天想要建一个厂房,家里人让来找你看个日子。 无瞎子掐指,河东就看着面前,除了靠这个傻也做不了的青年人。 无瞎子,三十岁,两岁的时候没了爹妈,吃百家饭长大,后来说是机缘巧合地认识的一个道长,传了一波给他。 当然倒回去几十年,这事情可能没有人会怀疑其中传奇,毕竟人家的生气是起来了。 不少人来找他,有上河村的,也有邻村的,但这书法到现在,信了估计没几个人了。 尤其现在,我可是活了两世,也知道自己当初会屡屡看见祝秦雅的原因,是心理疾病。 还有孔女症,也是由此衍生,只是上一世忙于事业,放弃治疗,毕竟比起做事业,孔女症更难克服。 最近别出远门了。 无瞎子冷不丁冒出来这么一句话,河东不禁看向无瞎子。 吴哥,你别这么说话,我真的相信的,还有就是,我最近也没打算出远门啊。 无瞎子笑而不远了。 两天后是个好日子,一动吐。 那我这就走了。 河东说走就走。 你现在觉得很幸福吧,河东。 河东一下子震主,回头来看着无瞎子挂着浅笑的嘴角。 是挺幸福的,咋? 好好珍惜吧,就是一定要看清楚你身边的是人是鬼。 大白天的,河东突然有点毛骨悚然,河东走回来。 无瞎子你刚才的话啥意思啊?说清楚,你要不说。 怎么,难不成你还要打我? 你说出来,我不打你。 天机不可泄露。 河东就很无语。 我可真犯不着跟一个弱势群体步过去。 毕竟,我本来就不信之玩意儿,也就是走个过场。 而这样的人,可不就是擅长装神弄鬼,故弄玄虚,要真心了,就上当了。 红无瞎子夹出来,河东鬼使神差的骑车去了,上一世秦雅出世的那条河边。 我现在的日子真的过得挺好的,有媳妇儿,还马上要有一个孩子了。 说是鬼,人死了不就是鬼吗?难道我也是鬼? 两天后,上河村东殿的一盒片,在河东和河大城祭祀之后,开始了动工。 河家大娘,你们真是够好的啊,我们来做活还给肉吃了。 可不是,这活死真做对了,敲熟,以后有这活死还得想肉啊。 一群人说说笑笑的。 这不第一天的活,可不信天天想着吃到肉啊,这年头挣点钱都不容易。 河东从工地回到家,祝秦雅走上前去。 早上你大伯来过两趟,就是在门口没进来,也不知道是为了啥。 河东想想就想笑,还能为了啥? 鱼放那边隔天就少两毛钱,放在谁身上,谁也受不住,就是人不来,就对了。 祝秦雅却是满脸的奇怪。 你知道吗? 他儿子干了那么件大事情,我不得给他回典礼。 想到河景的那封信,祝秦雅也是变了脸色。 这是要是别的人干也就算了,既然是河家自己人,你心里有数就好。 我是看着他挺烦的,有脸来,我就把他担出去。 叶宇宙将,活动在半仙山上的劣质,都躲在山林里就是搭建了草龙里躲雨。 大伯家的老大,河心也是其中一员。 哟,你可以啊,打了三五只兔子有了吧。 河心点点头。 我昨天白天就到了林子里了,到现在,半夜里,就这点收获。 自从冬子家开始收获,半仙山里的兔子真的不多了,加上野猪凶猛,竹鼠难抓,只能靠着打电兔子了。 兔子好,现在兔子的价格最好。 河心微愣。 好吗,我咋听说都已经一块钱往下了。 男人一惊。 哪里,我卖一块二呢? 你是往哪里卖? 旧住家,上河村里,旧住家收获,咋的,你不是上河村的。 河心看的男人是眼神。 你不是上河村的吧? 当然不是,我是昨晚上到住家卖了点竹鼠和兔子。 想着来这里碰碰运气,结果,也未没打到,倒是淋了一身的雨。 也是这里有个草棚,要不然我得冒着雨去上河村躲躲了。 你确定兔子在住家当卖的一块二? 男人点头。 是的,老哥,你往哪儿卖啊? 一块以下,是不是被坑了? 河心就没说话,等到雨停,第一个拎着尼龙带走出去草棚。 下山回家,江辉看到自家男人回来了,拉着红薯迎上前。 回来了? 河心看到人,点点头,江辉地上热腾腾的红薯。 两人往屋里走,却是不小心一脚踢倒了堂次。 噼里啪啦的一顿响,河井的媳妇灵巧从房间里走出来。 大嫂你干嘛呢?大晚上的搞什么? 不知道河井白天读书辛苦,晚上就想睡个好觉。 你大哥回来了,我给他拿饭呢? 那你不会轻点,河井都让你给吵醒了知道吗? 陆小鹅跟灵巧一样,插着腰,蓝脸不愤。 就是大嫂,河鱼也给你吵醒了,大哥回来就回来,你好歹也轻点啊,大晚上这么霹雳啪啦的,存心人让睡不着觉。 江辉瞧着这样的两个轴,只能是点点头。 我知道,下次一定注意。 丁巧和陆小鹅打个哈欠,回房间里关了电灯睡觉。 天哪这两天说什么没?兔子的价格。 说是又给少了两毛,让你这两天多抓点兔子回来,要不然,一家子开销都不够了。 江辉无奈的很。 别人不知道我男人辛苦,我确实知道的,天天日夜泡在了半仙山里,身上,衣上,不知道被刮破了多少口子。 我缝得了衣服上的,只是身上的就只能等到伤痕长好了,再出来新的。 可是,通常就伤没好,新伤又出来了,就这,大半夜的回来,要是动静大了,吵醒了人, 还得看两个主理的脸色,也不知道今年何锦和何宇能不能考上大学。 自从考学以来,家里的事情他们就没插过手,全靠你一人撑着。 应该能行吧,也是我小的时候没多读几年书,现在想考也不行了,爹说他们挺用功的,等撑过这一阵就好了。 何欣这样期望着,现在山里的兔子还多吗?我看着你在山里的日子越来越长,拿回来的兔子却越来越少。 人多了,那兔子也要一窝一窝生,不够抓的。 何欣大口吃了两口红薯,你和甜美美的关系好,明天没事去住家找找住老二家的,我就听说,别人卖给他们的兔子还是一块二一斤,咱爹怕是被人空了。 江慧点头同意,我和美美一直关系不错,但是自从祝秦雅和何东结婚,公婆和爷奶的意思,就是不叫亲近了,您只能是偷偷摸摸地找一下。 第二天天不亮,何欣就出发进了山,江慧也趁着何家人没起来偷摸摸去了住家。 何家大嫂你也来卖一味吗? 美美,你这边收兔子多少钱一斤了,我咋听说,价格便宜了不少? 哪有,我们一直没变,还是一块二一斤的价格? 江慧不相信的抬眼,甜美美笑。 不信,你去问那些个,现在外面还是这么收,我们要是便宜了,这些人可不来,我相信你美美,那我就先走了,你知道,我还得做一家子的早饭。 见着江慧离开,她去桌子那边继续忙,江慧这边刚回来,就看到院子里站着的何大田等人。 不是说了不让去住家,刚刚你去住家做什么了? 听着何大田的赤温,江慧心里慌得很。 美美心做了一件衣裳,让我去看看。 就为了这么点事。 你不等白天看,一大早天没让去看,谁信? 呃,大嫂今天可是没听你话呢? 这话说的,肯定也不是实话。 沈大翠举着手里的拐杖,目光冷明。 不说实话是吧? 江慧身体止不住的抖,灵巧一听沈大翠都开了口,更是觉得有好戏看了。 太,昨晚上大嫂办事就马虎,我和何景睡着了也被吵醒,还有三弟和三弟妹。 本来昨晚上我坐着何景考上大学,成为大学生,我是大学生太太的美梦。 结果,江慧给霍霍了,早上早醒了想看看江慧做的什么早饭,结果,居然看他去了住家,这不是尚感着让我出口气。 沈大翠脸色更加难看了起来。 还吵醒你们和何鱼两口子了。 江慧身体抖得更加厉害,沈大翠直接一拐杖打在江慧的小腿上,江慧没感动。 来,我不是故意的,我长个记性吧,何鱼和何景可是要当大学生的人,再吵着他们休息不能好好学,还有你好看的。 江慧忍得疼,点头。 我知道了奶,我现在就去做饭。 大嗓,何景今天想多吃一个水煮蛋,你煮三个。 拖着疼痛的腿,江慧进入厨房里做饭,厨房里,江慧抹着眼泪。 也不知道这种日子还要过多久。 夜里,何鲜回到家里,把装在尼龙袋的铺子放在院里。 回到屋就看到,江慧的小腿红一筷子一块。 杂了这事。 江慧抬头不知道怎么说的。 去住家,让林乔给看见了。 奶,发了火呢? 何鲜脸色凝重,咋就看见了。 你走我就去的,想着没人,哪成想,不怎么早起的三弟妹,今天确实起来了,还给看见了,还告诉了家里人。 何鲜的脸色深沉得厉害。 甜美美怎么说? 说还是原来的假,何鲜一脸的差异。 五六毛,跟一块二毛钱,差别可大了去了。 明天早上不用叫我了,我明天不进山,你也赶紧忙完来睡觉。 江慧点点头。 第二天,天亮起来的时候,何大田看着院子里放着的尼龙袋,装着不少的兔子。 自己这大儿子是真的能干,让多抓几只,这明显比昨天多了几只,今天又能卖不少钱了。 他哼着曲儿出去外面走动,却觉得哪里不对劲的。 那在厨房里,坐着烧锅的人,是谁? 他一脸疑惑地进入厨房。 老大,你今天咋没进山? 有些累想休息一天,你休息什么休息,这一大家子吃饭还指着你。 老大,现在一家子的生计都指着你呢? 你不去,我这儿跟你妈也没存到多少,回头你两个弟弟还得花销。 休一天,明天咱一家可能就要挨饿。 爹,何鲜是真的身体不太舒服,地里离地的牛,还能歇会儿脚呢? 何大田登时登大人。 我跟老大说话,你做媳妇的插什么嘴? 老大,爹,我已经决定了。 何大田看他坚持,到底没说啥,总不能把人逼得太紧了。 晚点何景和宇两家子一起来,看到何鲜没进山,都问了一通。 林巧和陆小鹅都有些不高兴了。 现在何景和宇考学没办法顾家,唯一能挣钱养家的却没进山打猎。 明天还能有好饭吃吗? 不会是昨天的事情。 他告诉何鲜了,故意窜抖的。